今天我們要介紹延續上週我們講的Pixel的Editor 所以各位別忘記了就是在Gmail登入之後 你可以按這個九宮格的這個地方 切到雲端硬碟 切到雲端硬碟以後 別忘記在雲端硬碟裡面的建立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到我們那時候掛上去的軟體 這個軟體我們不用說每次都一定要換 我臨時跑到網咖我就可以用了 因為你已經在你的帳號上面掛上去就可以用了 好那我們來延續上週所講的這個部分 那這一次我們換一點點的不一樣 上週我們沒有背景 我們背景自己從頭做對不對 上週我們的背景是拿一個空白的 然後呢那個什麼去填上一個漸層的背景 還記得嗎 那現在呢我們來做第二張 我們來做第二張 第二張的我們的做法就希望是說 我們去拿現有的一張圖片來當背景 那比如說呢我舉個例子啊 從電腦上打開圖片 那這時候就要從電腦裡面去抓啦 從電腦裡面那我當然就用我們幾乎大家都有的 在媒體櫃的圖片裡面 至少各位都記得都知道 然後WIN7裡面有這八個圖嘛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抓一個過來 我就開它 我想拿它來當底圖 把它開啟起來 好第二步呢 如果我們要做那個 部落格上面的那個 橫的長條的 你叫橫幅 還記得嗎 好我們那個上面的長條橫幅 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當然呢 先看一下你的寬有多寬 你的寬會有多寬 那這張圖呢 在 各位可以看到這下面 有沒有看到 1024x768 1024x768 好 那我們就要看部落格的那個 上面的橫幅 還記不記得我們上次 部落格的橫幅怎麼看 我再做一次喔 我們要看那個我們橫幅大小要放多少 一樣在上面的九宮格 就是Gmail或者在於端印別上面的九宮格 底下的更多 你先切到部落格 拉狗這裡 切到你的部落格 切到部落格之後呢 我們點這個 筆旁邊的這個 前往文章清竿 點下去 那就切到這裡了對不對 切到這裡 有文章總欄的部分 然後呢 我們切到 版面配置 好 版面配置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是我們要放我們的標題 就是那個 橫幅 我們叫橫幅啦 網頁的橫幅 好 然後這邊我們按編輯 我們就可以看 我們就可以看 如果你已經有放圖了 你就看不到那個大小 我把圖片移除掉 這邊有一個移除圖片 移除掉 我就可以看到 圖片將會縮解為1068個像素塊 1068個像素塊 好 這邊就關掉 我知道我的橫幅是1068 也就是說 你這邊的圖 最好最好的情況 你就是把它調到1068 如果不行的話 那當然像這張圖 只有1024 那也許你就用1024也可以 那不然呢 你可以去網路上 我覺得 像我們也可以去網路上啊 抓一張圖片啊 比如說呢 我就是 之前我們常常找過的嗎 比如說我用 我這邊先切到圖片 好 我先切到圖片 然後打風景照 對不對 我打風景照 然後呢 覺得我比如說 這張圖片不錯 可是 別忘記喔 你看這邊只有72乘47 這太小了 所以最好的話 我們可以用 搜尋工具 大小 選大型 大型的話 圖才會大 好 像這裡有 1024乘811 然後1024 可是我要1068 欸 12 夠了 假設這一張 覺得OK 但是 覺得OK 不要忘記喔 你還要先點一下 讓它展開來 展開來這樣的大小 你才可以按右鍵 另存 如果 IE是另存圖片 如果是 Google Pro 你就是 另存以下為 好 然後呢 把圖片存起來 我就存在媒體會圖片 圖片裡面 好 我存了一張圖片了 所以我也可以從它開 我重新這個 重新開一個 新圖片好了 我重新開一個新圖片 是不是新圖片 對不起 應該是文件的 打開圖片 對不起 如果是有現有的 我就打開圖片 我找到剛才那一張 是這個 對不對 開啟就大 換一張解析度比較高的 你看 剛才那一張我就關掉了 這張關掉 我就留這張 1200 至少比我的10 10 那個什麼 1068 還關 對不對 好 可是呢 我的橫幅 橫幅希望是 高 高的部分 這個高的部分 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大 我只要窄窄的就好 然後是長長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可以是 在這個地方 左上角工具 去點 左上角這個 第一個 叫做剪裁工具 我去裁一下它 點了這個工具之後 上面的這個地方 可以設定 其中有一個地方叫約束 約束呢 我就可以選 輸出尺寸 然後呢 寬度這裡 我就可以設 1068 1068 對不對 高度呢 假設我只要300 有沒有 上次我說200到300 左右 都可以 好 我把這個先設好了 我就可以開始拉了 可是我在拉的時候 等一下我在拉的時候 各位請看這邊 這邊 好來喔 我從 我盡可能從最邊邊開始拉 開始 欸 你看它就可以等 它就會 雖然已經跑那麼下面 它不會 它不會馬上往下拉 它會等比例的 就是說你 你是要1068 乘300 但是它會讓你等比例放寬 然後你有沒有看到那個 那個這邊的數字 你要看這邊的數字喔 那個W是代表寬 你要讓它變 大概是1068 左右 好 1069也可以啦 好 好 結果它這麼放開 它是1068 乘300 是不是就是我們這裡了 好 這裡了之後呢 你還可以調位置 你把油標 移到中間位置 比如說我希望是 大概這個位置 我現在 我等一下要取得 不要這個 這個位置的 大小就好 假設你只要這個大小 確定了之後 你再按一次 左上角這個 鈕 按一下 是否應用修改 是 它就幫你採成這麼小小的 我們稍微放大一點點 給各位看 百分之百的 我這邊調成百分之百的大小 你的核圖就是這麼大 就長這樣子 可以嗎 我再做一次喔 比如說我再換一張圖 剛開始各位看到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 從電腦上打開圖片 當然如果有時候不小心 這個是關掉的 那也無所謂 從文件的打開圖片 好然後呢 比如說我選這一張 開啟舊檔 好 1920很大 至少超過我1068的寬度了 好 確定了之後 下一個步驟 先點左上角這個 採檢工具 點了之後 上面這個地方會變 你看我先 我點別的 上面就會變 我點別的 上面就會變 有沒有 我現在點最左上角的 這個採檢工具 上面變了 我們在約束這裡 下拉 選輸出尺寸 然後呢 別忘記你要看清楚你的 橫幅那個寬是多少 那像我的是1068 我就調1068 高度呢 各位就限制在200到300之間 那我們就設300好了 輸入完了之後 接下來我就可以在畫面上拉了 一邊在拉的時候 看這個導航器的這個W 大概到1068 我就把它放開 所以呢 我就開始畫 這張圖比較大 所以我就開始移 好 好 這個手要很巧 好 1068乘299 好 有無所謂 差不多了 然後呢 這個位置不太對 我只要把游標 移到這個九宮殼的中間就好 按下去 調整位置 假設我要這個位置 好了之後呢 再去按一下這個 採檢工具 一下 是否應用修改 是 這張圖就是我要的 當然 它現在35% 太小了 我可以用大一點 比如說66 66% 好 看到的我這張 橫幅大小 大概是這樣子 好 真正的大小是100% 你要用100%去看的話 才是 你真正看到的大小 長這樣子 可以嗎 來 我先請各位 抓一張 比較大的解析度 度的圖 然後確認你的那個 護駱駝的大小是 寬是多少 好 然後呢 你靠這個 pixel 這個部分 去採檢到 你要的大小 可以嗎